美味素食简单做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低脂营养 嫩滑鲜美的紫菜豆腐汤 一小块紫菜先用温水冲泡开 锅中烧开水 把泡好的紫菜放进来 准备一盒内脂豆腐 用勺子轻轻地把它挖成小块 豆腐在锅中稍微煮一分钟 就可以开始调味 一小勺盐 一勺松鲜鲜调味粉 一勺生抽 再来一点点胡椒粉 这时候浅尝一口试一下味道 不够再加一点点盐 然后调成小火 往锅中加入几勺淀粉水勾芡 不喜欢勾芡的话也可以不加 然后就可以关火了 放上一小勺芝麻香油 撒上适量的香菜 这一大锅鲜美的紫菜豆花汤就做好了 这是非常的简单又美味 豆腐煮的时间尽量控制在三分钟以内 不要煮太久 这样它才会非常的嫩滑 美味蔬食简单做 蔬食也可以很好吃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小老弟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